本集装修三分钟懂设计的问题是 都市生活之大不易 好不容易拥有一个人的生活居所 如何融入生活需求 创造出机能与视觉兼具的舒适小窝 无论是街灵角落 你乱格局还是垂直动线没有整合等问题 企域空间 张瑞辰设计师掌握垂直高度划分领域 机能整合以及通透格局安排 此次以三位不同年龄单身女性的小窄 为我们揭开设计的细节之道 秘诀一 高低差划分领域 霍兰迪色注入清新气息 调整大门打开方向后 利用原本门后空间作为鞋柜 动线重新配置 符合使用习惯 而玄关区铺设六角地砖 让内外领域更显完整 为了让每个领域各自独立 又能达到整体的完整性 并保有视觉穿透感 学观处利用10公分架高 来划分内外领域 电视墙界定厨房与卧室区 卧室更加高至30公分 床下方设计大型拉抽提升收纳 可摆放书 协和等生活物件 秘诀二 微调格局 公司领域明确分野 此案的空间小 经营较多 利用挑高夹层规划卧室 协议一道推拉门划分公司领域 搭配可推拉的铁建楼梯 通透结构 让视觉更为延伸 客厅电视墙 以银湖大板瓷砖铺成 提升视觉质感 并利用滑动式门铁弹性 界定客厅与后阳台区 并创造隐藏式收纳空间 因应屋主在家办公需求 披下空间规划收房区 后方创造更衣空间 利用整排衣柜扩充收纳机能 秘诀三 整合单一楼梯 串联动线与机能 11屏挑高6米的 美式风空间里 利用垂直格局 置入领域机能 利用层一层的 过道上置入收纳 且整个楼梯位置 收敛流畅动线 玄关利用身高台面 创造自然机灵角 固化鞋柜与穿鞋雨区 一楼作为客厅与厨房区 考量平数有限 加上温酒简便侵食习惯 将电视桥与L型工作台结合 机能整并营造开阔空间 二楼规划更衣室与厕所 平台整并衣柜展示书柜 且利用玻璃滑门 维宿厕所 装卫全设计师 利用场景穿透 垂直深度 分隔机能领域 优化小屏数空间 体现舒适质感当代宅 制补